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 全国民航将迎来航班换季 记者从深圳机场了解到 自五月三号至十月二十四号 深圳机场将执行下秋航班计划 目前深圳机场国内客运航线已基本恢复 近一百二十个通航城市已恢复航线运营 达到疫情前九成水平 换季后 各航空公司将在深圳机场新开岳阳 宁波 宜昌 丽江等十二条国内航线 加密至首都昆明 重庆 南京等二十一条航线